我們看看二詩題 他說凸透近前一個物體 凸透近前一物延阻軸向透近等速前進 則所生的A 十項的話逐漸增達 當他從無窮遠這樣過來的話 他就從焦點走出去 所以十項越來越大 A是對的 上看V 虛項逐漸減小 什麼時候會有虛項呢 當他進入焦點裡面的時候 他就形成虛項 而且虛項跟著物在同側 當他走過去的時候 虛項就這樣跑過來 到最後再進前重疊 所以他虛項是越來越小 是沒有錯的 所以這個是V V是對 虛項是逐漸行 減小就對 十項做交速運動 十項的話在一倍焦點跟兩倍焦點之間 他的速度 他的速度的話是比物要慢 但是等什麼呢 等物進入兩倍焦距以後 到一倍焦距之間的話 他就跑到兩倍焦距之外 而且他的速度比他快 所以他是加速運動沒有錯 這是C是對的 這樣看D D的話他是做減速運動 這個對 D的話他剛進去的時候 他在無窮項 他跑過來的話 他就無窮項一直跑過來 他越跑越慢 在無窮項地方他速度最快 所以他減速的是對的 D是對的 像看物移動的方向相同 這個對 當他往無窮項地方過來的話 他就從焦點跑過去 當他進入焦點之後 他就從這裡跑過來 所以他運動的方向始終跟物的方向一致 這個是對的 所以1也是對的 所以這一題是全對的 ABCDE都對